传统中医学认为 腎是藏精之地 所谓的精是指身体的一种能量 这种能量可以转化为腎气 提供给人体充足的精力 如果豪洋知事做太多 腎气受损 就会表现虚弱无力 尤其是40岁以后的男人 如果不注意保养 很容易出现氧气不足的现象 氧气不足的问题 大多和饮食生活习惯有关 我们平时生活中 要少做五件好氧的事 以保证自己的氧气常在 1. 肆于酒 抽烟喝酒非常损耗氧气 对身体健康的危害亦比较大 所以最好是戒掉这些不良习惯 2. 长期熬夜 古人的生活作息好规律 日出而作日落而逝 讲究身体符合大自然的环境 顺势而动 3. 虚异狼腿 好多人一坐下来就自然巧脚 虽然舒服 不过长期采用这种不良姿势 会令盘骨发生病理性改变 4. 冲凉水过热 太高的水温会损害肾脏 导致氧气流失 5. 长时间别尿 经常饮尿会使男性肾脏功能受损 体内的氧气慢慢减少 4. 招可保养气 1. 注意饮食 日常生活中可以多吃些保养气的食物 例如鸡蛋 生蠔 黑色食物 小食生冷寒性的食物 2. 多晒太阳 3. 睡前炮脚 中医认为脚是人体的第二心臟 上面分布很多月位和经络 炮脚可以刺激月位 使血液循环加快 能去除体内寒气 疏通经络 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4. 坚持锻炼身体